光是一個香港蘋果日報停刊 那麼蔡英文的動作 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多的背後很多政治意義 那機關算盡的還有什麼事呢 公投這件事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828公投算一算 這兩個月盡在眼前好不好 那現在開始在討論了 為什麼 因為中選會已經有動作了 它發函給地方政府在詢問說 因為現在疫情嚴重 在疫情之下 那到底是要續辦還是要延期呢 好 我們先看到這邊 我同時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新增的本土確診76例 5個人死亡 這是在今天的數字 那公投這件事 我不知道了到了8月底 因為像柯文哲講說 稍微正常一點的生活 可能要等到9月 那會不會在8月底的時候呢 疫情好 頂多剛剛過去 那這個時候辦公投 有沒有群聚的問題 那如果群聚的這個責任到時候要由誰來扛 我想這個問題我首先丟給王任賢王醫師 到了公投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群聚的問題 基本上他公投本身就是一種群聚 群聚 那個感染會不會因此而造成感染爆發 完全要看我們有沒有心去防他 一樣可以防的 比如說打個比方來講的話 你群聚你每個人都戴口罩不就結了嗎 我們現在三級的時候本來就是每個人都戴口罩 然後拉開那個社交距離 對嘛 那你只要說你那個時候還在三級 你也可以幹啊 我說讓你去公投 當然是你每個人必須給我戴著口罩 強制戴口罩 這就結了嘛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預防的 那你還有很多路徑可以走 比如說我的通訊投票 當然這個通訊投票研究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就是戴口罩嘛 我強制你戴嘛 這個是強的一塌糊塗 規定在多少公尺以外就必須戴 那這就沒有事情了 所以原則上都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他這個時候要去談這個延遲公投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他就是準備要用這個疫情來去阻止這個公投 是這樣子 他不就有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東西是可以解決 不是不可以解決 也有先例嘛 韓國他們一樣照樣投票 照樣投票 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話 這個是有 這個是絕對是 這個他的政治目的就昭然落階了 這個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不建議公投要去延遲的 也不建議因為疫情延遲 也延遲 即使是四級我們可以開特例 沒有問題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個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你就是為了公投 因為這是人民的權利 你不能讓他不做的 只是說前面我們那些 那些比如說公投那個宣傳活動的話 可能就不方便召開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個投票這個東西 因為他有很多辦法可以解決 不建議他去 他去因為疫情而停 好 那我今天直接補問一下 今天這個數字我剛剛講 76例本土 然後五個人死亡 又是壓在這個個位數 我不知道今天這個數字 可能很多人說 看起來好像又還好 還是說這個東西 反正也僅供參考 他也就是起起伏伏 王醫師你怎麼看 他有透露出一個 什麼明顯的趨勢嗎 還是沒有 最近反正就是這樣 反正你不能看一天的數字 要看整個趨勢 我覺得整個趨勢是在下來的 是真的有在下來 有點冒起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整個趨勢 是往下走的 所以這個 往下走的趨勢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原則上來講 如果他這個時候要解封的話 解除三級警戒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解的 沒問題啦 只是他不願意啦 所以他這次延到7月12號 再來談解封的話 我其實他 我是非常非常的不諒解 因為他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 他就不想做 只想做這個東西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中央跟那個指揮中心 其實他有些漢格的 中央他們是想要去做 但是指揮中心裡面 他其實有在猶豫知道吧 他有在猶豫 他也希望說能夠解 所以他才會延遲的 這樣子的一個宣布 當然這個他也是尊重他的意思啦 但是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這中間 可能中間有點意見不合啦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我認為這個解 是隨時都可以解的 那你要嚴 我就覺得你後面一定有政治目的 說到了政治目的 所以有字 我們就繼續來看到 中選會這一招 他6月13號說公投要不要續辦 會徵詢地方政府 還有指揮中心的意見嘛 那6月22號就前兩天 就各建設選委會收到中選會發函了 說因為因為疫情的關係 要不要改定這一次公投的投票日期呢 而且要求各地的選委會 在628之前回覆 那據說7月2號中選會就會做出結論 要不要延後投票 我覺得很怪啦 因為中選會不就是個獨立機關嗎 那不是你說了算嗎 那地方就照著辦嗎 那他徵詢徵詢個鬼啊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有什麼拘心嗎 還是真的不安好心 或者是要幹嘛 藍營是說甩鍋給地方啦 這也要甩 我覺得到時候8月28號 應該是會繼續公投 但是他會利用三級減二級 因為我相信大概7月12號以後 應該是解封了啦 大概一定是三級降二級 你這次不是帶風向 我這次不是 我這次是講真的了 我上次是故意的啦 那這次我是真的講 7月12號 你看你聞那個政治條件 跟所有的氣氛分文就知道了 其實他們 其實民進黨現在做事情很清楚 他現在已經前鱼忌窮 當一個人沒有自信前鱼忌窮的時候 他很多的技巧跟說話都會變得很真 因為他沒有自信嘛 所以他這些動作 你可以看出來 中選會以許你說 他現在機關算盡 我不如說 他現在根本沒有能力 去做這樣的決定 為什麼 因為不管做決定 要或不要嚴 他都重傷 一定重傷 對 所以他在這一盤上 他都兩難啦 對 他絕對不能帶民眾做決定 因為他現在得罪的就是民眾 他現在如果再幫帶民眾 就像剛剛王樂協議員說 這是老百姓的權利 對 你還帶老百姓決定你要不要 我跟你講他一定再重傷一次 你光看香港這個事情 網路上整個風向全變了 更何況這個公投的是 沒收已經種 這個種子已經種在 所以他問他詢問地方 就是希望把這個責任壓力 給地方 對我們要一步一步來 中選會的心態 他現在是不敢決定 他知道一旦決定他一定死 不管哪一個決定他一定死 繼續投他一定死 他如果要封殺公投 他死得更慘 因為封殺公投這個種子 已經種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了 因為之前大家已經知道 他你才搞東西了嘛 連蘇巧惠都說 哎呀那個那個那個 只要死亡連署超過多少 我就把你幹掉 大家都知道你司馬昭之心 昭然若夜嘛 所以中選會的態度 現在就是不敢做決定 甩鍋這兩個字用的是恰如其分 但是他想甩的又不是 不是甩鍋是很有自信說 我甩給馬千惠 我很有自信 他現在是 有點畏首畏尾的 對不如說叫燙手山域 他應該是把這些燙手山域 丟回給地方 你們自己決定 而且22個縣市 加上外島26 23縣市 裡面有16個是國民黨的 執政的 你們自己去決定你們要不要 萬一要 那就像東澳一樣 日本政府要辦 老百姓不想辦 我跟你講一定面頂的就是 要不要辦奧運的問題 地方政府說 我們覺得要繼續辦公投 很多老百姓的聲音開始出來了 民進黨就可以藉由這次開始操作了 國民黨假防疫嘛 你看台中也要公投 柯文哲也要公投 紅友也要公投 你們根本是假防疫 連這麼剛解除三二級 剛解除三級到二級 我們沒有那麼樣的條件 你還要讓大家群聚 沒良心的盧秀燕 沒良心的侯友宜 一定開始來了 你想不想他們的所有策略一定是如此 他現在是不敢接 丟給地方 然後他看地方接了 左之右出的時候 趁機會打一把 直接重重的再砍一刀 所以他甩鍋給應該 我覺得用甩鍋是正確 但是應該說 把燙手山芋丟給地方 然後想要趁地方 左之右出的時候 給他一刀致命 所以公投的部分 他又可以活過來了 所以我覺得828一定會投 但是從712到828這中間 他會有使盡所有的招數 來阻止老百姓 對公投很順利的投下去 會產生一種投票焦慮感 所以整個情緒就會很不滿 不滿的會投射給誰 因為我中選會不管 是地方政府 所以變成地方政府 要承受太大太大的壓力 一方面中選會 民進黨會開始見風插針在殺你 一方面老百姓又在煮 又在滾 所以變成上下夾擊 全部都地方政府的錯 所以你說甩鍋 我覺得是精準 但是這不是一種自信的甩鍋 他現在就是一個沒自信丟給你 但是又是另外一種策略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是國民黨 我或者是其他相關的公投執行者 我覺得應該再把球丟回去 不應該在這時候去接球 他已經丟燙手山芋給你了 你應該要說 在我們各個地方 我們不認為 但是老百姓的權益是中央的 不是我們地方能夠決定 中央的公投事件 我覺得應該這樣比較好 就好比柯文哲 我覺得這一波裡面 大家似乎看到民進黨的敗事 敗相必成 很多人都高潮起來了 不是你分類的事 你自己都想把他懶來做 這很多就是國民黨這種的壞習慣 包括連執政者 柯文哲也是 我講真的光北農事件 你不覺得有點像公投嗎 北農關你屁事 我只想問你這四個字 你把他懶來自己說 我要全台灣的農產品供貨能夠正常 我請問一下關你柯文哲屁事 你為什麼要懶來做呢 然後懶來做之後 再被人家見縫插針 是不是用同樣一招 我跟千惠說 他一定會用對付北農 同一招放在公投 等你地方首長一接下來之後 你就出事了 柯文哲你自己把北農接下來 你就開始被見縫插針 我相信到時候李靖友一定到台中 我們有這個條件嗎 就寫陳吉仲跟陳吉仲 跑到北農去視察 我們有來看啊 我們覺得不行啊 那友志我現在在聊天一千萬網友 好不好大家覺得這個 八二八公投呢 該不該如期舉辦 要辦加一不辦減一 那友志繼續 我在想應該加一會比較多吧 對等會來看 如果你覺得要辦就加一 不辦減一 對不辦減一 所以我真的建議 所有地方跟中央權限 大家分清楚啦 公投要不要做是中央你的事 不要再把這些球丟給地方政府去接 拜託這些現在剛得到分的一些人 不要見烈欣喜 很高興要把球接下來 我覺得可以啊 然後就開始又來 然後國民黨也不要在那邊笨了 耍笨 我想國民黨一定會說 你看民進黨沒收公投啊 企圖影響 這些話不要講了 有真的全部都加一 目前沒看到減一的 都說要辦 太好了 這種名氣才可用 你要看到這樣子的名氣 那你就知道地方政府你們這些 現實所長應該怎麼用 不要在這時候又被穿著小鞋 然後又被人家見縫插針 把球丟給你 然後身上你又插了好幾刀 聰明一點啦 不要這個策略沒有這麼難 好不好就是丟回去 我建議地方政府真的不要接 好那可是我們看到你說剛剛有志他講說 這個就是甩鍋 可是甩的沒有自信 就是要把這個燙手山魚丟出去 可是不是啊 中選會主委李靖勇一向不都是強勢主導 強勢介入嗎 尤其在罷韓的時候 他還說罷韓總舵手 當仁不讓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地方的場地難戒 李靖勇很霸氣啊 他說如果公家單位不同意出界 我頭墮下來給你 有沒有看到 那當時呢這個韓粉 然後發起監票行動 李靖勇也說 不可以妨害選務 而且呢記不記得在罷韓的時候呢 他事前還難下都軍演練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那現在拋出給這樣問地方說 要不要要辦嗎 覺得要不要延期嗎 為什麼會這樣 我剛剛有問有志說 他安的到底是什麼心 那確實對民進黨來講說 這是續辦難 有什麼問題 因為呢有可能時間點 剛好我剛剛提到的嘛 就是你頂多疫情剛過啦 那疫情剛過的話 明月呢還是高漲的時候 你有可能四大公投全雷打喔 好那第二個你要延期 延到什麼時候呢 通常都是這個公投離大選 越遠越好嘛 可是他這樣子會延到呢 跟明年2022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的話 對他們2022來講 不是不利嗎 我的看法跟你們剛好相反 我認為他一點都不兩難 這是他算好的一盤棋 他也沒有什麼困境 沒有嗎 你拿什麼困境啊 這有什麼好困境可言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 本來這四大公投 是過的機率非常高的 所以對他來講 是非常嚴苛的一個挑戰 那對他來講 這個疫情剛好幫了他一個大忙 讓現在很多人 就算你辦公投 你都不見得敢上街去投票 至少上街 投票的意願會降低很多 對他來講已經有力了 那現在去辦跟延辦 其實不是民進黨在考慮 民進黨現在是故意要為難你 國民黨的人 因為國民黨執政大部分現在 限時多 所以疫情比較嚴重的 雙北也都是國民黨 跟柯文哲執政的 所以很簡單 現在不是民進黨在傷腦筋 我是故意要讓你傷腦筋 你知道非常簡單 因為你知道嗎 假設這些藍營的16個縣市 包括柯文哲 全部同意去就是繼續辦 繼續辦 你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嗎 萬一因為這樣子群聚爆發 你看當初我們就告訴你 不要再續辦了 結果你看都是這些 責任就可以甩鍋了 為了政治目的 不顧人民的性命 你看這樣多好 對不對 那如果要延辦 延辦是你們 國民黨執政大縣市決定的 也不是我們決定的 我們中央是完全聽從民意 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講 他根本沒有什麼好困擾 他現在是把難題丟給你 他根本不想去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對民進黨來說 只要有疫情在 對他來講已經加分了 會去投票的人就少 他怎麼樣都贏 時間拖得越久 會去投票的人越少 所以即便延到跟明年很近 對他們來講反而有無傷 拖到明年一二月再投都可以 對不對 他也不急啊 慢慢來啊 因為你知道 他也不會擔心傷害到2022選情 我跟你講 他2022選情 白衣就裡面死馬當活馬醫 我講實在話 因為民進黨 我跟你講 我目前遇到所有民進黨的人 全部都不樂觀這件事 因為很簡單 除了高雄台南他們 大概比較穩之外 台中 你說他們現在有誰能夠拿得回來 因為魯秀仁在這次防疫的表現也不差 對不對 你說蔡其昌有再加到任何分數嗎 沒有啊 所以台中他們要拿回來很難 桃園他們要守下來很難 因為鄭文燦表現最近真的不優 整個趴掉了 是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 請問一下他們到底要怎麼樣 守住桃園這一席 很難守 基隆林歐昌也是一樣啊 表現哩哩哩哩哩 請問一下基隆他怎麼守下來 台北市他顯然又拿不回來 新北更不要講 他根本不可能拿回來 所以整個大局對民進黨來講 2022百就是看壞 對很多民進黨人 他現在在準備什麼你知道 他準備再複製一次 2018到2020 也就是他準備2022已經要輸 只要不要輸就太離譜就好 然後呢我2022是在英國 他就是鐘擺是不是 對就是鐘擺啊 因為對他來講 現在在縣市地方 尤其是疫情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比較緊急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去通盤檢討 民進黨還比較困難 假設到了明年真的疫情已經過了 疫情如果沒過 那民進黨更不要講了 因為疫情如果拖到明年的話 民進黨絕對拼敗如山倒 這不用看 但疫情就算到明年過關了 這個時候大家開始會 開始檢討了 你的會議紀錄是不是該交出來了 你的相關的這個合約 是不是要拿出來給我們看了 那這時候對民進黨來講更麻煩 所以2022 本來對民進黨來講就是看壞 但是呢 拖對他們來講反而是有利的 我就慢慢拖慢慢拖 然後看你國民黨 看你在野黨怎麼去做 對他來講 這才是一個最好的策略 那至於李靖勇 什麼當初講什麼當人不讓 老實講他到底當人不讓 還當狗不讓 我是不知道 這個是大家自己心裡 有辦法持自己去看 可是呢 李靖勇就是一個聽民進黨行動的人 他難道哪有什麼組件嗎 這很顯然是民進黨定下來的一個戰略 就是你看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集合在7月2號決定 其實也不用集合 你可以到7月12號以後再決定 他為什麼要選7月2號 就是要在民眾對疫情 還有警覺的時候 我逼你來贏做出決定 你不管說要辦或不辦 都是你來贏的錯 這才是人家真正的目的 所以不要以為說民進黨陷入兩難 民進黨高興的很 這個時候是國民黨才要傷腦筋的時候 對 所以有志怎麼看 因為兵哥是說對啊 現在其實反正他對民進黨來講 就算明天選情也是死馬當活馬一 那現在那本來四大公投 他們也就覺得對他們來講不妙 所以呢反正弄這一招 這樣子給你攪亂一下 對他們來講怎麼樣都贏 是這樣嗎 反而不是困境 我覺得兵哥講的應該是 如果時間一拖長 2024就會回到他們這邊 就所謂的鐘擺效應 2022他們肯定民進黨應該是放棄 因為我說實在的客觀跟主觀條件上 你都沒有辦法去 除非你有什麼天降奇蹟 2022就是討厭民進黨的復辟 就是跟2018年韓流起來的一模一樣 而且2018的討厭民進黨 是因為有韓流 這次連韓流都沒有 對 這次是老百姓自主的流 造成的 所以你要把韓國瑜打垮 你就有辦法回來 可是你如何把民流打垮 這次是老百姓討厭你了 是自發性的討厭你 你要把他拗回來 如果他在2022上用盡所有的功夫 我覺得會浪費很多的兵馬跟力氣 所以我覺得韓濱哥的判斷是對的 他與其花這麼大的力氣 在2022要扭轉局勢 然後要把所有的兵力跟糧草 全部用在2022 然後2022一旦失敗 頂多他是保住六席 結果2024因為兵疲馬困 2024又敗 那民進黨真的就又兵敗如山倒 回到陳水扁那個時候 又要被人家看衰 20年沒辦法執政 就跟這一次人家看衰 國民黨30年沒辦法執政一樣 所以他2022的賭注 絕對不會花非常的大 所以這一波公投 我認為到底要不要投下去 對他來講已經不是這麼嚴重 只是因為公投裡面有幾個選項 是關係著2024 包括共投綁大選 包括那個藻礁議題 能源議題 因為這些議題會打到2024 在2022會打到議題 絕對不會是能源議題 對不對 頂多臺中中火喊個兩句 吵個兩句 可是當2024很多 包括離岸風電 還有天然氣的建構 然後還有那個太陽能 中南部不是很多農田 都變成那個中接田 一定會被國民黨或者民眾黨的候選人 拿來大家檢視 那一旦如果公投在這個部分 他被闖關過了 我想對他未來一定是很傷 所以公投綁大選他不會去 他存在就是給他去 但是在議題上他必須要去守住 萬一敗了他應該要怎麼辦 萬一藻礁輸了 天然氣的能源政策 整個兵敗如山倒 然後在能源上接不上來 蔡英文的政見很顯然就崩盤了 他的政見一旦崩盤 下一個要接任著 你要怎麼辦去圓他這個謊 我覺得他們的課題會放在2024 去極力把它補修補回來 你現在要去救任何的公投 我直接講了啦 四大公投至少三個一定過了 你就算民進黨這次再怎麼機關算盡 丟給地方 他們頂多只能像賓哥講的亂一陣子 就是他會擾亂他們一陣子 可是萊豬藻礁這些幾乎都是老百姓 心裡面已經繼承的事實 你光看前陣子的公投民調 那個比例都相當懸殊 除了一項 不知道有一項是比例他有機會的 是公投綁大選嗎 對不對 不是不是是那個核四 還有希望以外 其他三個幾乎他比例都非常懸殊 尤其藻礁 那一波炒得這麼的大 而且藻礁的那個那個那個 宋審的那個那個文件這麼多 可見那是非堅若磐石的 萊豬更不用講 萊豬會會擋得下來 我真的是 那臺灣就真的沉淪了啦 所以三大應該是過得了 那他應該要想的是 2022我放給他去 那我怎麼在2024把他救回來 所以這一波我真的不認為李進勇 有多什麼厲害的那個算計 跟跟跟盤算策略 他現在整個民進黨處於一個 沒自信的狀況 真的是完全沒有自信 而且你要看喔 一個賭局王牌絕對不會出 我已經在這邊講非常多次了 蔡英文這張王牌已經出來了 你看他現在是親自肉身 御駕清真承受著所有的炮火 這五年來緊見 你有看過第二次嗎 對 御駕清真是真的 你有看過第二次嗎 第一次喔 這五六五年多來 第一次他御駕清真 而且親身承受炮火 對 所有的不管梗圖 你看最近的臉書 你滑到的梗圖 我跟你講最近蘇貞昌不見了啦 對 以前你看到的梗圖都是蘇貞昌 對不對 被罵啦 被陳時中 那梗 出來講都是蘇貞昌 最近你在line裡面收到的梗圖書 全部都蔡英文 對 全部都是蔡英文 而且蔡英文的比例高到 因為太久沒有用你知道 這些要發梗圖的高手 每個人都整個炸裂了一樣 全部往蔡英文身上招呼 再加上你看他的臉書 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我說實在只要我們願意出征 他一定是崩盤的 只要我們帶個兩三千人過去 他臉書一定是崩盤 剛剛那一掛的那個什麼蘭勾勾 也沒人敢去護航 現在狀況就是 他自己親身出來肉身擋這些 王牌出盡 在2020 22上 他其實整個民進黨 已經左肢右肅 不要再有什麼幻想說 民進黨有什麼招呼 大家每次都想說 民進黨很厲害 現在這樣一定會怎麼樣 拜託 我以前也跟你們一樣 以前那些舉我都承認 大家也都熟了 我們現在也都經歷過了 這一局 真的是兵敗如山倒 但是民進黨的兵敗如山倒 你不要相信 他真的是爬不起來 他正在規劃的是2024 怎麼如何把藻礁 所有的那些公投議題 用一年半的時間 把它圓回來 他現在正在打算這個 這一局 反正我手上籌碼還有這些 這一把我就輸了 2022這一把修憲主席 我準備輸了 但是我正在想 後面發牌的 後面什麼 我開始要重整了 我該怎麼樣把這一局 贏回來 我覺得民進黨可怕的是這個 2024 因為這三大 四大公投議題 大部分都是跟2024 議題有關 反而跟2024的銜接上 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不要增結 在這個公投的部分 地方不要接球 千萬不能接球 絕對不能接球 應該回歸中央 然後說你們中央怎麼辦 你們自己要去想辦法 大家加一句 我們地方不贊成 因為這樣才能像王醫師 剛剛講的 我地方站在防疫的這條路上 我不贊成 但是你自己決定 球丟回去給他 地方也不會背上說 我要辦 那既然中央你要決定 地方政府這些縣市首長 你要選舉一定要記得 要成 這時候再接球 是你叫我辦的 我是不想的 那我就辦吧 你這樣子才不會整個2022 再被他拉回來跟崩盤 其他的2024再來總結算 這次真的不要 我也勸藍營在2022 不要花太大的力氣 你們在營上不困難 你如果在這個部分 也跟那個民進黨一樣 你花盡力氣炮火馬力 兵力全部都放在2022 人家用最下等的兵力跟你對決 到時候要薅枕以霞 跟你對決2024 你又氣力放盡 不過跟國民黨講這些 真的是 我覺得是白搭啦 他們大概也不是很聽得懂 我嚴峻於此 要問自己來問 好啦 民進黨為了贏 真的是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的 比如說像是公投這件事 當年在2019年 他們那時候修法急著 又是要將公投和大選脫鉤 所以呢 就決定將公投兩年一次 但是呢 隨隨便便改了這個修法之後呢 卻忘了改規定 也就是說他沒有做說 那延期規定怎麼辦 怎麼辦 完全沒有耶 所以目前呢 如果說真的要延期 延到什麼時候 這個還真的是一團亂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在聊天室裡面來先 先看到已經有人抖內了 看到你了 謝謝 他說去年總統大選都可以作假 那公投難道不會動手腳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要問動手腳的事情 在這個聊天室裡頭問大家 你覺得八二八公投蔡政府 還是會繼續出奧波動手腳嗎 你覺得會動手腳的幫我加一 覺得不會的減一 那開放大家來投票 這邊為您介紹我們的這個來賓 是賴岳千賴教授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賴教授 我們剛剛提到了 就趁著這波疫情之亂 其實民進黨呢 還是有在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了像是中火偷偷點火 經濟部呢 就直接給了這個特許執照 讓他們可以就是蓋這個燃氣機組 中火同理可證 我們也看到了 果然公投來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中選會出招了 那開始說要不要 研辦這個題拋出來 這個風向拋出來 剛剛前面來賓呢 都討論了很多 說這個民進黨在玩什麼伎倆 但我要說的是 其實這只是剛開始啊 他接下來應該還是會有招吧 還是會繼續出吧 我覺得空間不大 不大了是不是 不大了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這個2022年好了 假設他這一次對公投的出手 是為了要2022年 我們先這樣做假設 那2022年也就是 我們看到台灣現在的 可是網友一面倒 全都認為會動手腳 動手腳也不怕啊 也不怕啊 所以網友要有信心 因為對我們2300萬的台灣的民眾 的智慧還是要有信心 原因很簡單 您聽完大概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對於台灣的民眾 還是要有信心 因為這次是地方選舉 對 它不是中央的選舉 那地方首長的選舉 我們就要先問 就是說在這一波的疫情中 地方首長表現好的 跟表現不好的 有哪一些人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國民黨籍的 這個地方首長 表現上都不錯 換言之也就是被批評的很少 但是民進黨籍的 反而就出問題了 像鄭文燦就被批的很嚴重 那鄭文燦被批評的很嚴重的情形 像我們看到鄭文燦的 後系的接班人 其實就連帶的就受影響 因為鄭文燦的影響力是很短 很快的時間就縮小了 那他的政治的籌碼也變少了 而且我們也看到桃園的很多的地方 這些民意代表都出來反 鄭文燦的 在之前是沒有人敢出來反的 現在是一片都出來反 你再看一下基隆 林又昌由於他過早的減入了 林又昌就是基隆的 過早的減入對柯文哲的批鬥 也就是林又昌要不就是對於台北市市長有興趣 要不就是對於新北市市長有興趣 特別是對台北市市長他很有興趣 結果過早的暴露他的政治企圖 而現在疫情情況還這麼嚴重的情形下 他批鬥柯文哲 坦白說台北市民並不買單 所以林又昌本身基隆沒守住 台北他也無望了 那基隆的問題他也帶影響了 因為基隆後來爆出來的破口 而且基隆本身的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對林又昌本身也產生了影響 好那您看看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就是說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首長的表現 差於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首長 而縣民市民都在看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問的就是 民進黨對整體的表現呢 所有的民調不管藍營的民調 綠營的民調中間選民調 學術單位的民調都告訴你 台灣的選民對民進黨非常的有意見 對蔡英文陳時中 蘇貞昌都很有意見 而且是蘇貞昌跟蔡英文跟民進黨 他們的這個民調的支持度 都已經完全進入死亡交叉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台灣的民眾的不滿意度之高 好那你想 這股怨短時間內 民進黨不可能化解掉 他也化解不了 所以尤其再強調 這是地方首長的選舉 所以民進黨的影響力 已經大幅度的衰敗 大幅度的衰敗 他再怎麼去超出政治手段 他說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改變我的選民 我講的是縣民 市民 他們的本身的對於他原來的 表現不錯的縣長 例如說我對於國民黨 表現不錯的市長縣長 例如說侯友宜 盧秀燕 然後你說我把他換掉 不可能 這絕對他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對於民進黨來說的話 在2022年這個選舉 我覺得他是凶多極少 好那對於公投這個部分 你看到李靖勇出這一招 坦白說這一招真的是不高明 也不偉大 然後謀略也不夠深 為什麼 因為他要你地方政府 來表達意見 可是問題是地方政府 為什麼要表達意見 他說我們防疫第一 然後中央決定 兩句話就可以了 就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是第一考慮 然後中央決定 那你中央要嚴的話 那你要有足夠的理由 那這表示 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陳時中 已經告訴台灣的民眾 八月份不能解封 因為你如果繼續 你如果繼續 你如果往後嚴 那就代表你八月份 沒有把握 那你如果說我八月如期的 要舉行的話 那你必須要在八月前 就要解封 那就考驗陳時中 他對台灣的疫情 他本身到底能不能緩和 或是解決 或是台灣的民眾 口罩可以拿下來了 生意可以做了 陳時中有這個本事嗎 坦白說沒有 沒有這個本事 李俊勇丟這個回事 我丟回去就好了 那你李俊勇你們自己做決定 為什麼你做決定呢 你如果如期舉行 你就必須壓迫陳時中 必須要在七月底之前 把台灣的疫情解決 你如果陳時中沒有這個把握 你說你要延期 那你就等於是事先 就告訴大家 你已經事前 已經告訴大家 陳時中我們的疫情中心 八月份都解封不了 那台灣民眾 對你這個民進黨 要不要造反 所以我覺得 這麼簡單的事就丟回去 我就看你 中央選委會 你要如期舉行 還是要延遲 你如期舉行 陳時中 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你如果延遲舉行 就告訴台灣 苦日子等在你眼前 這個怎麼會是高招呢 笨得要死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 這麼笨的一個 選委會的主委 把這個問題丟出來 然後去凸顯 民進黨的兩難的處境呢 他根本解決不了 台灣的疫情嘛 如果他解決 解決了台灣疫情 很有自信 他當然根本就不用講 我八月份就如期的 舉行公投 那怎麼會 你地方政府 該問一下 那個八月份 要不要舉行公投 所以如果自己說 沒自信 因為他解決不了問題了 所以這個黨真的是 我一直在講 這個黨是 實在是坦白說 他是一個無能黨 不要把他以為 真的他真的是很有本事 沒有那麼大本事 他是國民黨 的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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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